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做一道美食粽子 用到的原料有糯米 蜜豆 小枣 粽叶 首先我们将小枣清洗干净 将糯米清洗干净 糯米清洗干净后 加入水 浸泡4个小时 糯米已经浸泡了4个小时 下面我们来煮粽叶 锅内加入水 烧沸腾 焯冻叶 春火 拿起粽叶 两片粽叶叠起 从一头 窝成三角形 放入蜜豆 小枣 糯米 将糯米包盐 摸起包盐 拿一根线绳 粉渣盐 放入盘中 锅内放入水 将粽子放入锅中 开火 水沸腾后转小火 小火90分钟 90分钟到了 关火 捞出冻子 今天的美食 冻子完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